在十年前是科技了 慢慢的现在是什么 服务业也要过去了 不是西晋 现在连东南亚 我们台湾人才 一半都流失在那边 几乎单身才可能在上海工作 大部分其实都是单身 而且他们找不到另一半 这就是为了工作牺牲 爱情的代价 科技业两个月回来一次 传统产业三个月 现在听说六个月才回来一次 你按赞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